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小鱼儿 小鱼儿,就讲的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 有些小文章吧,就讲鸡鱼 鸡鱼是水中的一类鱼 就是这种的,就化成这样 这个样子,小鱼儿,它找妈妈 也不是找妈妈吧,就是它 就是有一天呢,鲤鱼不是有胡须吗? 然后,这是鲤鱼妈妈 这是鲤鱼,鲤鱼妈妈 这个是爸爸 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宝宝 就是鲤鱼宝宝 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宝宝 没有胡须,就是没有这个地方 正常的鲤鱼是有这个胡须的 这样,他们都有胡须 但他的宝宝们就没有胡须 所以他就疑惑了 就问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胡须呢? 于是他们就 就以为小鲤鱼得了病 然后就想办法给他医治 海里面有海草,海带 绿油油的海带 然后他们把这个海带给切下来 再给切下来 就相当于放在这上面,放在小鲤鱼的嘴旁边 来纯绿色的 来让他假装有胡须 让他不要自卑的一些 因为他们都以为他得了病 但是他的胡须颜色和别人的都不一样 别的身体是一个颜色的 他的跟海草是一个颜色的 大家都好奇 为什么我的胡须 我没有胡须呢 然后爸爸妈妈和其他同伴们都是有胡须的呢 我只能拿水草当胡须呢 然后另一边 另一边又有一对夫妇 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是 就是也是这样的 这是急 急鱼 因为急鱼是没有胡须的 急鱼对 急鱼是没有胡须的 所以 他们胡须擦掉 这边是急鱼 急鱼是没有胡须 这是 但是这个急鱼宝宝去长出了胡须 他们只好相反了 他的 鲤鱼的儿子没有胡须 但急鱼的儿子却长了胡须 然后他们就 就把这个胡须剪掉吧 剪掉之后 就是急鱼妈妈给他剪掉 可是剪掉 刚剪掉以后 他竟然又神奇的 长出来了 于是乎 就很奇怪 然后就准备去医院看一看 就是因为这是虚构的故事嘛 就医院 医院看一看 这是医院 医院是有医院 然后说他们就说去医院看一看 也许就会有什么 那个 治疗治疗去医院 结果 去医院看看 然后他俩同时来到医院一比对 原来是自己的孩子 当时走的时候走 走错了 这个是鲤鱼的孩子 鲤鱼的孩子 他们有虚的才是鲤鱼的孩子 就一场闹剧 就这样结束了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这个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